百中市南屯區榮布陸一家當鋪 急停在當鋪前的一部百萬巷行車 1月3號凌晨1.39分 裝人持槍掃射至少62槍 金卡台現場無人員傷亡 只有被害人的車輛以及建築物 上面也有盪口 開槍的部位是不會有人在的地方 所以說不排除他是不想要傷害人 當屆開槍的狂徒是36歲的彭偉銘 他曾經是電影Vaga的演員 彭南也是在現場等候多時 看到有人上了巷行車隨即開槍掃射 整個電源與巷行車都被打成蜂窩 他大概開完槍五分鐘就打電話E10說要自首 前方也經營生壓擴準 讓彭南如此暴怒的原因得回溯到 2018年底彭南因唱歌與人發生口角衝突 事後相約談判不成 彭南因落單被圍毆造成手腳重創 全案去年10月判決確定 對方各被判刑三四即六個月 他覺得判決太輕了 他也沒有獲得任何的道歉或補償 前陣子又因為天氣有變化 讓他手腳會產生一些疼痛感 所以心生不滿 於是彭南決定尋仇行凶 1月3號零點就到當戶前埋伏守候 他所鎖定的對象之前是那邊的員工 但是已經離職了 他是有聽到當初打他的犯嫌 有可能會在那邊出沒 被告人是說不認識這個犯嫌 彭南因自首後 繳出改造衝鋒步槍一把 戰俠及十多發步槍子彈